1.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说到这里,张胜利有些羞愧地把头低了下来 他在懊悔自己不该有的炫耀行为 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行为 才给他那没有过门的女婿带来了生命的危险 听到这里,张反把目光投向了刘志刚 接下来就跟你说了 张胜利跟我说的这个事 我也是无意间透露给黑雄精的 可了一天以后,黑雄精就让我询问张胜利 方浩铭还有张利的住址,我就照做了 我跟张胜利说,我那两天要去平山里面出差 顺便想去看看侄女张利 说到这里,张胜利把话接了过来 对,没错,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把我闺女和浩梅的住址告诉了刘志刚 随后,张胜利又轻轻叹了一声 我这闺女也是把我给气坏了 这还没有结婚呢,就怀了孕了 唉 这件事情,张胜利已经知晓了 作为一个思想比较传统的人 他是比较排斥的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也没什么办法 可他看得出来,方浩铭对于张利是真心的 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这始终仍旧是在心中的一个心结 张胜利也看出了张胜利的心思 随口说 等我这次救出浩铭,就让他们两个结婚吧 唉,对 等浩铭被救出来,我就让他们两个结婚 你继续说 张胜利点头,而后又妄想刘志刚 然后我就把张利的地址告诉了黑熊精 之后这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张胜利点头,又把目光望向黑熊精说 该你说了 吴大哥的修炼碰上了瓶颈 而这个瓶颈,也是因为他修炼利等功法的原因 二十年的时间,他只提升了一个段位 他迫切地需要一部风水功法,提升实力 我获知了方浩铭有一部十分强大的风水一脉的功法以后 就告诉了我大哥 那个时候我大哥就在平山 他想趁这个机会去见见方浩铭 他让我打探一下张利和方浩铭的住处 我才会让刘志刚去询问的 我问到住处以后,就告诉了我大哥 当天晚上我大哥就跑去找了方浩铭 结果方浩铭没在家 他就在楼下等着 那天方浩铭回来得很晚 而且还喝了不少酒 是他朋友给送回来的 当方浩铭进了楼道 我大哥就对方浩铭出手了 其实我大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如果方浩铭那里真的是有风水一脉的强大功法 他就逼迫方浩铭说出功法的内容 如果张胜利是吹牛 他也不会为难方浩铭的 可最终谈查的结果 方浩铭的确是有一部很强大的风水功法 我大哥的道行在方浩铭之上 三下午初二就把方浩铭给制服了 他在楼道里面逼问 可方浩铭怎么都不肯说 我大哥只好把他给抢捋了过来 我们两个先是威逼利诱 可方浩铭的嘴巴太严 根本就不松口 所以我们两个就对方浩铭动了手 把他折磨成了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了 听到这话 张凡的心头微微一颤 他和方浩铭情同手足 方浩铭被折磨成了半死不活的样子 张凡怎么能不心疼呢 不过 这也印证了张力的面相 黑熊铭和他的所谓的大哥 共同折磨方浩铭 张力脸上自然便会显现出 金怪和恶鬼 给他带来生命危险的面相了 其实我们也不想害他 我们只是想要攻法 黑熊铭满脸的委屈 他似乎是在说 这事不能怪他 要怪就怪方浩铭 张凡听了 面色阴沉 这是你们的错 你们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呢 天宗之所以强大 一方面是因为天宗的人勤奋 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天宗里没有很多强大功法 如果天宗没有强大功法 即便天宗人再是勤奋 那也是巧妇难为五美之吹的 由此可见功法的作用 还有 天宗弟子分为三六九等 天宗派发给他们的功法 也是分为三六九等 你们好好想想 一步好的功法 对于修炼之人意味着什么 你们这根本是抢劫 怎么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黑熊精仔细想了想 尴尬地看了看张凡 脸上挂着一抹难为情 他刚才说的话 的确有一些理直气壮了 他们也的确 就是在抢劫 悬门中人眼中的高级功法 便相当于 普通人眼中 中了大奖的彩票 你逼迫别人 把中的钱分你一半 这不叫抢劫叫什么呢 说 浩铭在哪 在 在我和我大哥的住处 我可以带你去 说服我大哥 我只求 您可以放我一马 你只需要把你们的住所告诉我 不需要麻烦你去说服了 黑熊精这么快就撂了 而且还主动要带着张凡他们 去找那阴鬼的住所 这总让张凡的心底 有些不踏实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听到张凡这么说 黑熊精的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担忧 他望向张凡 试探性地问 那 那您会放了我吗 你化成人形 给我看看 闻言 黑熊精先是一阵 不过很快便是照做了 一个虎被熊耀的大汉 便出现在张凡面前 张凡在黑熊精的魂体脸上 扫了一眼 点了点头 如果你刚才所说的都是真的 我可以放过你 让黑熊精幻化成人形 他的目的 便是想看看黑熊精的身上 有没有背负人命 从他面向来看 黑熊精的身上 并没有背负人命的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